词曲 李宗盛 缘在一笔一花之间 想你的青春有多美 美在上下舞台之间 想你的颜色有多好 好在在你一红之间 想你的思念有多长多长 长在一生百年之间 想你的思念有多长多长 长在一生百年之间 1927年7月23日午夜 递出北京闹市区王府井的国立艺术专门学校 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蹊跷事 伴随着盛夏的禅鸣声 人们早已进入了梦乡 而此时 一个瘦小的身影 却在夜色的眼影下 匆匆走出了校门 就在不远处的胡同口 几个学生模样的青年 正守着一辆黄包车 焦急地等待着 当他们看到 来人几乎是一路小跑的来到车前时 大家立即连幅带拉 向他送上了车 车夫旋即迈开大步 在空荡荡的街道上飞奔起来 很快 黄包车便消失在漆黑的夜色中 谁也没有料到 这位连夜逃离国立艺专的神秘人物 竟会是一年半前 才从法兰西荣耀归国 因担任这所当时 全国唯一的艺术最高学府校长 而轰动历史的大艺术家 林峰年 一年半前 早已定居世界艺术之都巴黎 因出众的才华 而受到教育总长蔡元培 赞配气动的林峰年 在接到隆重邀请 即将成为全世界 最年轻的艺术院校校长的时候 他看到的 或许是一个 辉煌的未来 然而 他做梦都不会想到 自己归国后 风光无限的校长生涯 竟会如此短暂 下场 竟然会落得 如此不堪 法国的首都巴黎 散发着由文化 艺术积淀而成的浪漫情调 巴黎风情 来自他得天独厚的艺术地医院 塞纳和左岸的拉丁区 就是这样一块 艺术的风水宝地 坐落在波纳巴鲁尽头的 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 三百年来 一直引领着世界艺术的 时代风潮 1921年9月 从梅州山区赤脚走出来的 乡下青年林峰眠 经过了一年多的辗转 终于踏进了这所 世界顶尖艺术殿堂的大门 这张照片上 站在中间的是林峰眠 在他身后 是林文征 和后来成为中国雕塑泰斗的李金发 这三个被托稚气的年轻人 一同来自梅州中学 又一同进入巴黎美院 他们怀揣共同的艺术理想 注定要书写中国近代美术史上 非凡的一夜 一百年前的欧洲 绘画艺术的主流 已从古典的写实主义 经由印象主义 悄然过渡到了现代主义 除了部分美术学院 保留的基础教学科目外 艺术家们大多摒弃了近代以来 严格写实 照物相描摹的古典主义造型方式 转而探索自由表达主观意象的艺术手法 照相机的发明西方已经逐步摆脱了写实这一类 因为你不论怎么样写实 你都写不过照相机那种还原的写实的这种呈现 那么就才开始摆脱 这样的写实 才有了印象派 以至后来的后印象派 当林峰眠来到巴黎时 野兽派的马蒂斯 和立体派的毕加索 已经获得了法国艺术界的认可 成为最受时代追捧的信心 怀抱一腔热情 前来学习西方艺术的林峰眠 会选择一条怎样的道路呢 客观地说林峰眠没有受到过什么真正的 传统的旧学的洗礼 也没有传统旧学的知识和根底 他可以说是一张白纸一样的一个人物 他的真正的教育就是从法国开始的 他所有的教育都是西方的知识谱系 在林峰眠进入巴黎美院一年之前 他来法国的第一站是丰丹白露的法语学校 半年之后进入了地容美术学院 靠做尤其公的微薄收入 开始学习绘画艺术 在院长杨希思的工作室 林峰眠接受了西方现代艺术与思想的双重启蒙 对艺术的理解和观念发生了重大改变 艺术不再是儿时临摹戒子园画谱 或少时喜爱的西洋画片 而是天马行空的想象与思考 林峰眠独特的绘画天赋 使杨希思惊叹不已 他决定为他创造一次机会 那个地容的那个校长觉得林峰眠天赋比较好 那么他就主动你就不要在我这里学了 我给你推荐到巴黎美院 比他那个地方上的小美院要好一点 那么这个时候林峰眠就转学转到巴黎美院学了 这是一张巴黎美院院长科罗蒙画室的学生注册表 1629号就是林峰眠 注册日期为1921年5月26日 在科罗蒙这位法国学院派大师教过的中国学生里 除了林峰眠还有一位 就是大名鼎鼎的徐悲鸿 徐悲鸿选择了学习写实的古典主义绘画技法 而林峰眠却在老师的指导下走上了现代主义之路 当时的科罗蒙过去未曾了到 这两位学生将会对他们祖国未来的艺术发展 产生巨大的影响 我们今天回国来看 麦县新来的步法有多种道路 徐悲鸿的那个路也可以走 林峰眠的道路也可以走 连带是不违背不相悲的 是应该是同一个目标的 因为中国需要由继承西方现代古典艺术的 传统的徐悲鸿 把西方的古典艺术引进来 也应该有把西方现代艺术的这种理念和方法 引进来的林峰眠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林峰眠是幸运的 进入巴黎美术学院 已经不再需要经过长期刻板的技术训练 主流艺术所追求的 是强调主观感受和注重个性化的自由表达 林峰眠在不断的观摩与实践中 领悟到了现代主义的绘画语言 总观林峰眠一生的作品 可以深切地感受到 后印象派 野兽派和立体派等欧洲现代主义艺术 对他的影响 而他个人化的艺术风格探索 也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起步 一年后 当林峰眠把自己的画作展示给专程来巴黎探望他的老院长杨西斯时 谁知他很不满意 批评林峰眠学得太肤浅 他诚恳而严厉地说 你是一个中国人 你可知道你们中国的艺术有多么宝贵的优秀传统啊 你怎么不去好好地学习呢 去吧 走出学院的大门 到东方博物馆 陶瓷博物馆去 到那富饶的宝藏中去挖掘吧 老师的指点 对于在艺术创作上 一度沉迷在自然主义框子里的林峰眠 又如当头一霸 让他猛然惊醒 于是他开始把目光 头像承载了几千年优秀传统的中国艺术 在博物馆 是中国的艺术传统的 那么他才发现 这个学西洋的艺术固让要学 中国的艺术同样要学 那么他在这个时候开始起 就确立了这个中心融合 创造艺术的这么一个思想 巴黎美院位于著名的拉丁区 在当时由于房租低廉 这里层是来自世界各地的 底层贫困艺术家的聚居地 这群自由自在 生性乐观的艺术家们 并不在乎物质贫富 他们热爱艺术 天真善良 为人单纯 林丰棉后来曾这样描述 当时的生活 与五七同志 终日买首画室之中 奋其全力 专在西洋艺术之创作 中西艺术之沟通上做功夫 就在这样的艺术氛围 和生活方式的静音下 林丰棉逐渐滋生了一种 追求纯粹的艺术理想 如果说西洋的留学生涯 让林丰棉在艺术上收获颇丰的话 她收获的不仅仅只是艺术 还有一份刻骨铭心的爱情 这张照片上的女子 名叫爱丽丝冯罗达 是德籍奥地利的贵族后裔 1923年 应好友的邀请 林丰棉与同学结伴来到德国 观摩写生 开始了为期近一年的游学生涯 一次在银行兑换货币时的偶遇 使她与这位当时还在柏林大学化学系的女学生 一见钟情 在那段日子里 当同伴们外出写生或游览时 林丰棉却常常和她的心上人 携手在柏林四处游历 初入博物馆与剧院 聆听莫扎特 贝多芬 舒曼 门德尔松 度过了一段梦幻般的恋爱时光 正是罗达把林丰棉引入了欧洲古典音乐的海洋 从此音乐成为了林丰棉毕生的爱好 一年后的1924年初 林丰棉带着新婚的妻子回到了巴黎 就在幸福的生活拉开帷幕之际 她没有料到 迎来的却是令她痛不欲生的厄运 婚后一年 罗达怀孕了 年轻的夫妇沉浸在对未来生活的 美好憧憬之中 但是 天有不测风云 产后不久 罗达染上了严重的产入热 很快便离开了人世 新生儿不久后 也跟随母亲而去 这突如其来的打击 犹如五雷轰顶 我们无法想象 此时 孤零零的林丰棉 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痛苦 七岁就失去母亲的林丰棉 又一次失去了 生命中至关重要的女人 儿时跟随祖父练酒的食客手艺 竟被用来为王妻和孩子 打造一封墓碑 尽管林丰棉始终走不出痛失爱气的阴影 但是一年后 在林文征等几位好友的撮合下 她与一位地容美术学院雕塑系的同学结婚了 这位妻子名叫艾里斯法当 虽然这场婚姻从未破裂 但在后来漫长的人生岁月中 她们却是聚少离多 此时的林丰棉已经彻底融入了当地社会 本可选择做一个驴法画家 与妻子安居乐业 但是一个人的出现 却完全打乱了她平静的生活 1924年5月21日 第一次中国美术展览会 在斯特拉斯堡共和国广场的 莱茵公开幕引起轰动 此次展览中 林丰棉参展的作品最多 展出了包括平静摸索等14幅油画 和28幅彩墨画 共计42幅 此时的林丰棉 在欧洲现代主义艺术 和中国古典工艺美术的基础上 已经形成了中西调和的基本艺术面貌 她被法国东方杂志记者评为 中国留学美术者的第一人 也就是在这次展览上 她与大名鼎鼎的蔡元培相遇了 当时的蔡元培正旅居斯特拉斯堡 这位一心致力于以西方文化 改造中国传统的教育总长 也正在为祖国的教育事业物色人才 正是她改变了林丰棉的命运 这次展览 使蔡元培对林文征、林丰棉 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她将林文征的美术理论文章 交给自己学美术的女儿蔡卑莲阅读 后来还把女儿许配给了这位青年才旧 对于林丰棉 她则寄予了更为宏大的期望 几天之后 由林文征引路 蔡元培夫妇来到林丰棉家中拜访 提出有意邀请她回国 担任北京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校长 蔡元培在林丰棉的家中 住了三天 临别时留下了三千法郎 这是蔡元培 希望林丰棉成为她的美术领域的代言 或者说她理想的一个具体实践者 蔡元培看中她的是她的这种纯 一个纯粹的人 而且她又有理想 她又有一种愤世嫉俗的 对于艺术前程的追求 对于蔡元培的赏识 信任和安排 林丰棉兰棉兴奋不已 她终于可以回国施展满腔的报复了 1926年 这位离家九年的游子 带着新婚的法国妻子 踏上了归国的旅途 但是她并不知道 这不过才是她磨难人生的新开始 北京的春天总是来得很突然 当人们还没有完全从 炸暖还寒的氛围中 转换季节的时候 往往一夜之间 到处都变成了怒放的花海 八十八年前 就是在眼前的这样一个 娇艳世界 伴随着满目的新绿 和煦的春风 年仅二十六岁的林丰棉 带着她的躊躇满志 和艺术理想 来到了北京 这里是北京著名的王府井大街 近一百年前 就在今天的协和医院对面 有一座 当时中国唯一的 国力艺术最高学府 这栋楼就是他的旧职 当时的全称为 北京国力艺术专门学校 1928年更名后 人们称她为北平艺砖 1926年3月5日 林丰棉棉正式出任该校校长 从此 她成为了迄今为止 全世界最年轻的艺术院校掌门人 在林丰棉心目中 未来的国力艺砖 将是东方的巴黎美院 她要按照欧洲美术学院的建制 和教学体系 把这所学校打造成为 国际一流的艺术殿堂 我觉得林丰棉先生 到北平国力艺术专门 来主持她的工作的时候 她是在贯彻蔡允培的文化的战略意图 蔡允培先生提出了一个 叫做以美玉代宗教 就是说她把美玉的位置 提到了一个准宗教的这样一个境界 然后让美玉在国民中间普及 然后使中国的全体国民成为在美术 艺术上头 这一个有高深修养的一个民族 通过这样一种艺术的修养 来消解中国由于没有宗教 而带来的世俗气 世锦气 世快气 江湖气 而使我们中国的民族性变得更高贵一些 不久 林峰棉发表了 《谈东西艺术之前途》一文 她已论述艺术是如何构成的 东西艺术根本之意统等问题为基础 正式提出了调和东西艺术的主张 力图在复养东方艺术和调和东西艺术之间 寻求新路 所以她后来就是说在唱过了艺术的时候 她是在教学上面也体现一个中西融合的 那么她26年的那批《东西艺术之前途》 主要地讲了一个什么呢 就是东西艺术 它过有所长也过有所短 就是中西艺术正好是一个互补关系 可以起长补短 这个她就是解释了这么一个 就是两者之间的这个差异 另外这个两者之间可以互补 这样的一个观念 作为调和中西艺术的具体措施之一 林丰勉不仅特要当时 还只能算是个香巴佬的齐白石来校指教 还请来法国画家克罗多 来校进行油画教学 她希望齐白石的民间传统形式 和克罗多的新印象主义画风 能给中国的绘画教育注入新鲜血液 从而培养出一批 实践他艺术理想的新生力量 1927年 注定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极不寻常的一年 自袁世凯死后 北洋军阀历经十年的派系斗争 终于轮到思想守旧 反对民主 杀戮革命党人的奉系军阀 这一年的四月 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人惨遭杀害 同年六月 张作霖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 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 就在这风云变幻 改其意志的两个月中 怀着一腔热情的林丰棉 却对身边如此严峻的政局 似乎全然不顾 恰恰在这风头浪尖的时刻 这位血气方刚 壮怀激烈 似乎什么都不怕的年轻校长 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艺术运动 1927年5月11日 北京艺术大会 在北京国立艺专正式开幕 此次展览采用了克罗多的建议 仿照法国沙龙形式 取消了中西绘画和图案的界限 两千多件作品 以混合陈列的方式展出 这是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 品种最全的一次艺术大战 这场大会的宗旨 在于集中艺术力量 实行整个的艺术运动 促进社会艺术化 以及使得一般民众 得有与艺术接近之机会 大会以绘画展览 音乐和戏剧表演为内容 通过刊物和张帖于街头的海报 标语进行大规模的艺术宣传 林丰棉组织本校师生 根据北京艺术大会章程 在艺术校园内 向全国艺术界贴出了惊天动地 全面出击的豪放标语 一时间到处都是联合的调幅 到处都是打倒的口号 由于部分作品抨击社会 直讽现实 激怒了刚刚指掌北京政府的 奉系军法 时任教育总长的刘哲 公开批评国立一专 言辞责备林丰棉 学生中有左派人士之赤化 教学中有人体模特之腐化 并称他为赤化校长 大有逮捕定罪之事 一件书生的林丰棉 根本没有摸清实局的要害 而是聚礼力争 盛怒之下 刘哲放出话来 声言要枪毙了他 此时的林丰棉 还要照搬法国大学的 学术自由之风 校园内就有的派系矛盾 统统转而指向了他 一夜之间 新来的年轻校长成了重视之地 在里应外合的现实面前 他的理想只能以惨败告终 他到了北平 到了当时的北京 他所遇到的 这是一个所谓顽固势力 所谓旧学深厚的地方 他遭遇了许多许多 不能施展手脚的阻力 那恰恰是他难以面对的 因为他没有他的 没有深厚的旧学和他们能够 和这个六朝古都 那个深厚的文化氛围 他足以和他们抗衡的 他缺少这个能力 在这种万般无奈的情况下 林丰棉被迫辞去校长之职 离京南下 一年半前 在巴黎收到聘输的林丰棉 怎么也无法预料 自己归国后的校长生涯 结局竟落得如此不堪 随意沧桑 离京流奋斗 探索愁畅彷徨 看历史超练 浩浩荡荡荡 探人生路曲折漫长 大美无言 大爱无家 大美无言 大爱无家 大爱无家 大愛 里面 里面 不اغ 当 里面 里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